不要瞎猜了 我 我早就说过对宋哲言 不要抱太大的幻想 你能不能轻点啊 对 对不起 大哥 情况怎么样了 又被搅红了 又是因为你 就差那么一点 你呀 你又说你什么好呢 你在这儿盯着 我们几个进去 说什么 到底怎么回事 是我错了 可是 要是我不开枪的话 老李他也没有机会 你竟然还小便 每次都是因为你 一而再三而三 成仙不足 败心有余 我看你真的可以走了 你该杀谁杀谁去 你给家里上哪儿去 你走 走 这是你的真心话吗 没错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了 你走吧 你走 老刘 你真让他走 现在外面到处都是警察 他出去很危险的 你去把他拦一下 带到这儿里 王老俊家 已经不安全了 来 跟我走 来 跟我走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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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来吧 我走 那个 我就不回你上去了 刘老板在正对着楼梯的那个房间等你了 去吧 进来吧 这些天 你就先在我这儿躲躲 外边风声一定很紧 这几天就别出门了 我是不是特别没有用啊 那时候我已经雷娜很近了 可我怎么也打不到她 你怕我 你怕我呀 我没用 你也不要太自责了 你也不要太自责了 我刚才也不好 我不敢宠你发虎 太小伽子 快去吧 不要 快去吧 不要 爹 娘 娘 娘 我走了 不是我不想完整学业 也不是因为 跟我刚闹别扭 我想出去闯一闯 去磨练磨练自己 我不想做个没用的男人 我想做一名 真真正正 对国家有贡献的男人 给咱老吴家 争气 爹爹 你们二老在殿之灵 保佑你儿子 去哪儿啊 去哪儿啊 你去哪儿啊 哥 这么多年 你有当爹有当娘的 出出保护 我没少给你受麻烦 也没少闯祸 难为你了 你到底去哪儿啊 你到底去哪儿啊 别问了 我给我自己发过誓 这辈子 再也不做对不起哥的事 也 也不做对不起咱爹咱娘的事 我不问了 你 你找好自己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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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保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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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 照顾好资格啊 去开门去 苏妍回来了吗 她打中午前出去以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应我跟刚才在西单西院 遭人刺杀 这号人爱死不死 你没伤着吧 我没事 我听我手下说 刺客是一个女 据她们的描述 张湘和苏妍十分地相似 她不会是个特务吧 其实我第一眼就认出了她 前两年 在通县刺杀引入根的人就是她 我只是没有当面揭穿她而已 原来她是一个刺客 那你为什么不抓她呀 我只是还没有想明白 她到底是姓贡 还是姓国 这有什么区别吗 军统的人不好惹 弄不好的话 会引火烧身的 再说了 我把它交给引入根 对我有什么好处 你这话呀 算是说到点子上了 我劝你呀 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 万一她还回来 我就劝她离开得了 我来呢 就是想跟你说这个 等她回来 赶紧让她离开 免得你受牵连 我知道了 你放心去吧 行了 我先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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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恋恋 春晨 浮现 我抱你 你的眼神 你来了 这可能是她给你的 你是说吴红玉 这倒是真少见 进来吧 你不想看看吗 反正也不会有什么重要的事 我来吧 你还是看看吧 你 请你打赏我 你 我还能帮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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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一走了之是不是有点草率 我觉得你应该征求一下你爹的意见 你那个中文系已经是最后一年了 就这么放弃学业是不是有点可惜啊 妈不是想拖你后腿 前途是你自己的 本应由你自己来做主 可万一 这以后你要遇上点什么麻烦你会埋怨我们的 这儿啊 儿啊 要三思而后行 嗯 天晚了 我回去睡了 妈 早点休息吧 妈 早点休息吧 心悠悠 情柔柔 她随时可能为了你所谓的正义感牺牲生命 你难道舍得离开你温馨的家去战场吗 要是当个兵 就能赢得你这颗心的话 那我也去 我一定混出人样来让你看看 到那个时候 我会穿着军官的服装 回来娶你 前途是你自己的 理应由你自己来做主 要三思而后行 走过巨风和大浪 眼霜飞 人独醉 回首已不见 归途 逃不出 这思念的迷茫 哎 我妈妈 太太亲自去给你买早点去了 刚出门不久 哥 听说昨晚你回来了 姑妈说你要去参军 你真走啊 那还有假 那我跟你一起去 你别跟着起哄哄哄哄 当兵是男人的事 你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别让哥担心 怎么还不去上学啊 这不归你管 我乐意 那一天 你要要是吗 正是懂吗 正是懂吗 干什么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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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别别了 我们来报名的 长官 不 不好意思 长官 我是来报名的 不是 长官 君子动口不动手 你说爱我干什么呀 不是 你别 你要干什么 就你这作风 你就不该来这儿 进什么挤啊 没看见那么多人 都在排队吗 就你呢 请你回去吧 我这儿不受你这儿的人 回去 老子不回去 我来当面子 你凭什么不要我 凭什么 我随便找个理由 就能把你踢出去 你就吹吧 你敢 没什么敢不敢的 干什么 就你这儿体格 细胳膊细腿的 体能就不符合大明的要求 细胳膊细腿怎么了 我告诉你 别看老子瘦 骨头里面都是肉 而且灵魂性还比它强 是吗 那好啊 那咱俩就来比试一下 出招 比试 这儿就不大好比试了 我是来参加训练团的 没有进行训练 怎么能打得过你啊 对不对 你误会了 我是说 你尽管出招 我绝不还手 如果说你的拳头能粘到我 今天我就把你留下 军子一言快马一遍 你说话算数吗 军子一言快马一遍 要是这样说就好办了 你们也都听见了吗 是他说的 只要我站到他 就算我赢了 对不对 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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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继续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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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这德行 你看你这德行 就这样还想来参军啊 他不能来 老子为什么不能来 我告诉你 这地儿也不是你们家开的 我跟你说过了 你的体能 不符合参军的要求 我告诉你 老子还在这儿站着 除代表这 这比赛还没接触呢 好啊 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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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云 你怎么样 没事吧 别垮我 别打了 勇气可嘉 你不是 高海为他爹吗 都别看了 该干嘛干嘛去 你跟我来 来 快去快去 没被录取了 谢谢您 谢谢您 那个 长官 我能喝口水吗 下回要不要喝 这边 你 你真是 如果我们有看错的话 就冲他那股牛劲 完全有可能后继撥发呀 行了行了 别看了 别急啊 来 陪队俩 等等 林夕 干吗呢 还笑 好玩吗这样 怎么不好玩的 我跟你说过 部队不需要女孩 我不信 你不信 去了也白去 他不会要你的 部队要不要 我是另外一回事 反正你没有权利阻止我 走 我们走 你给我站着 联系 陈官 陈官 这是报名处吗 没错 不过已经结束了 什么意思 名额已经满了 抗日还有名额一说 打鬼子的人应该越多越好 不瞒你们说 这时部队 建制都是有规定的 学生训练团 一共就招一千五百人 多一个也不要 这关系到两响 枪支 以及各方面的配置 你们还是回去吧 哥 我们真的白跑一趟 是吗 等一下 展官 我是你们的领导 接上来的 我们的领导 你 读 从 伯父 小松 伯父 小松 伯父 小松 你不是 我们是来参加学生训练团的 可他们说名额已经满了 学生训练团确实有名额限制 那我们怎么办啊 求求您把我们留下来吧 这位是 好 不 怎么了 我说我认识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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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 技药 秘书 谍报员 也都是女的 你看 这不是有女病吗 伯父说的是野战医院 没说学生团 学生团 有医疗训练班 也全都是女的 这下你没话说了吧 可惜没有名额了 那你也一样 伯父 您帮我们跟他们长官说说话 把我们留下来 这位长官就是我们学生团的团长 我刚从师父过来 是专门过来 训练你们这群娃娃兵的 那不就简单了 您点个头就行 好啊 冲你们两个这个热情劲 再加上 跟海维那层关系 我也不能把你们拒之门外吧 你帮他们安排一下 是 谢谢伯父 谢谢伯父 该叫长官 好 谢谢长官 手反了 两位跟我来吧 没想到你还挺倔啊 什么叫挺倔 实话告诉你 在少爷的字典里 就没有失败这个词儿 你就吹吧你 你看看你鼻子上的血 都快成呛油铺子了 还吹呢 快去洗一洗 你看着点 你 你怎么来了 真是阴魂不散啊 干什么这样 这川坟是我的 上面先理名字了吗 你这就不讲理了吧 出事儿 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吧 我先来的 谁看见了 我看见了 干什么你 你 你 干什么你 是少爷我给你拼了 给我住手 刚进门就干啥了 这床坟是我的 什么你的我的 这床坟有什么区别吗 他们哪儿不是要睡觉啊 你不讲理 你给我站直了 叫长官 你不讲理 在部队 只有上级和下级 我的话就是命令 没有你论理的份 你把这个铺位让出来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应该回答 是 是 谁是刘宏伟 到 李隆斌 到 好 现在我宣布命令 李隆斌 唯一班班长 刘护卫担任二班班长 从此以后 你们两个要管好 你们的战事 你们必须服从命令 按君号声起床吸灯槽 US刘护卤 大哥 这是咱的床位 看什么看 老子脸还长麻子了 看什么呀 你又干什么 我 我瞎了 跟你分在一个班 非常荣幸 非常荣幸 你好好 你好好 老子为之吧 真没想到 他脾气这么拒 说走就走了呢 他也太不像话了 这么大的事 怎么都不跟组织汇报一下呢 我现在就去把他搞出来 你别去了 他留在那儿 也有一定的好处 起码可以起到 一定的标杆作用 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 影响他们走入正道 现在日本人 在北平周边 不断地调兵潜强 制造莫测 终日一战 在所难免的 我们都得做好准备 你们两个人想办法 写几篇揭露日本人 企图侵占华为的文章 然后印成传弹 散发到民众当中去 如果缺少场地和人手 就到我这儿来 我想办法 帮你们解决 好 那我呢 我能做些什么 刘老师 这位是 是师母吧 刚从老家来 刘老师 您妻子好年轻啊 我们是应该叫嫂子呢 还是叫师母啊 我觉得 叫姐也比较合适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两位是 中国大学的学生 高海卫 杜婉峰 他们都是非常有理想的爱国青年 我也是有理想的爱国青年 那为什么把我排除在外呀 对了 我刚才交代给你们的事 你们抓紧时间回去落实 赶快去吧 很高兴见到您 认识你们很高兴 我也是 再见 我说你怎么回事你 你怎么回事 你准备把我永远锁在门内吗 还有 我什么时候成你媳妇 不是 你你别误会 我我我这么说是因为 因为工作 工作关系 对吧 你就不怕我这么变成你媳妇呀 不了这个 那聊什么 聊工作 我就问你吧 今后你的工作我可以参与吗 你不是一直都在参与吗 等我就是你这句话 司令官阁下 目前北平的西北部 北部 东部 西南部 都在我军的控制之下 而北平唯一的出口 就是西南方的方台 要卡住北平的咽喉 我们必须要控制方台 请你们让开 封台阵是我军的管辖区域 你们擅自闯入 让开的应该是你们 原先是你们的管辖区 但是今天我已奉命 军官 放你两个屁 我告诉你 今天你要想让我们离开 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 否则的话 都大家给我滚蛋 你既然敢骂人 老子就骂你了 怎么着 全体准备 爹兄们 全体准备战斗 什么 他们也太猖狂了 敢跑到我们的房区来挑衅 你给我顶着 我马上派兵尊尉 记住了 一寸土地 都不得让他们卖过 众总 你看 撤 贵儿子 有种你别走 宋委员长 封台事件 责任全在贵军 使你们挑起事端 并利用军事手段 加以威胁 天皇陛下 对此非常不满 得平起事态 请贵军立即撤住封台 并将封台 交由我军接管 可笑 我军的方区 凭什么交由你们接管 宋委员长 这个缘由嘛 田代司令长官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还有必要重复吗 我要是不答应呢 那等待您的僵尸开战 那这样的话 我想对你我双方来讲 都不是一件好事吧 是战是和 还请委员长三思 送客 我 必须齐 准备 SN压 上 楼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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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们可以 去 日军的武器装备之精良 远非我军的老式枪袭可比 如若现在开战 我军也许可以占得一时之力 但当日军调来大战 sozial动力 疯癌 肯定 相切切 小心 ディナー 我 红月 红月 他是你什么人啊 后面那个是我表哥 前面那个是我们学校的 比我大一件 跟我学的是一个专业 他拍的照片可好了 还上过报 你是不是喜欢他 想哪儿去了 你对他的赞美医院表 你肯定很欣赏他 不过他长得太丑啊 比你哥差远了 敬礼 我会做高手鱼 是你们训练团的团长 我将陪伴你们 整整一个月的军力生活 未来的训练会十分艰苦 一切均从实战出发 战争一旦打起来 你们有可能 就会被编入战斗序列 所以 我请同学们 刻苦努力 助练成就 钢铁战士 下面我们请 宋哲原委员长 为大家训事 训事就免了 我只告诉你们一件事 昨天 在封台 日军与我军产生了摩擦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从去年年中开始 日本国会就制定了 国策基准的 侵略中国 进犯苏联的战略方针 也就在昨天 日本驻途军司令 田代晚一郎 借机逼我军 撤出封台 面对他们的 夺夺别人之事 我一人再人 因为我们的国力 不如日本 我们指挥官的素质 也不如他们 所以我希望你们这一代 能改变这个现状 给中国人争口气 有决心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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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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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三 一 二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快 快 你急了 你急了 各班集合 各班经典各班的人数 报告三官 二班到齐 报告这官 一班还差一个人 谁 吴鸿玉 就知道是他 相 五 五 五 一 二 三 四 箱子头 不提 心 四 五 一 二 三 一 三 五 一 二 三 二 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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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顾着眼神静穴 仇恨被点燃 热泡血在飞涌 哄男儿子 君大宋 心疯 吹醒了 进入迷藏 血云 交换出天国争争 亲切 爱不成 家国 努备成 看中华别 敌一胸 兵法 俩不住 江河本堂 上血在墓中 没有安过地 我们都会拥有 这高小力量 终发此弯弯 往中的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